今天在剪辑新的一个视频 第一次呢咱们拍皮卡和吉普以外的 那也谢谢咱们Bara B&W Open Road集团下面的Kevin 提供我们拍摄资源 大家偷看两秒啊 这个还没正式出来 给大家偷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车评频道的白石木马尔达达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 2019全新的X540i 这个车挺漂亮 偷看几眼啊 大家偷看几眼 很有意思 对吧 研究吉普以外的 那这都会放在车评频道 唐大叔一边学习一边做笔记 自己车都是这么研究的 然后看很多的review 雪海乌鸦 挺有意思 新推出的这个 对吧 作为一个汽车销售员 平时工作当然就是宣传 然后陪客人看车 看完车就交车了 这几样工作了 昨天做了个视频 平时也要学习知识 头瞄眼啊 我朋友买的那个皮卡 Limited 跑哪去了 朋友的皮卡回来了 Limited 黑色的好帅啊 明天朋友来踢车 Carsels的自我修养啊 要看看有什么车进来 这个19款的SRT也很帅的 SRT原来谁说的那个地方吉普不喜欢啊 所以这两年要换回SRT 标志也是黑色的 这样的挺帅的 刚刚进来 那边有个什么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你看这个是全新车马刚落地的 它的样子是老款的样子 所以这个呢 他们叫classic了 还会继续卖的 也是19款 但是对吧 所以这几年买车的同学也没关系 老款的也一样 因为它也算是在售新车嘛 这是19款全新Rebel在那边 这个就叫这种classic 但这台车你看跟运动版一样 但它实际上是express blackout 这个挺好的 该有的都有了 8.4寸荧幕 就是老的级别还在售的 如果感兴趣 就是像改款木马人一样 谁要是喜欢这种还可以继续看看 好吧 两个频道 在这个要说一说 两个频道 唐大叔自己的个人频道 以后就做我想做的内容 吃喝玩乐 吉普 皮卡这些思绪车 其他车评呢 另外一个车评频道呢 就是一些热民车型吧 或者大家也给我反馈 对吧 想看的车型 也挺有意思的拍车评 当然希望有一天 全职就可以做我个人频道那种 哈哈哈哈 开始吉普环游世界 温哥华已经不知不觉 进入夏天的感觉 太阳下去有点凉 但白天都穿短袖了 哇 好漂亮 哦 beautiful sky 还没订阅 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 可以找汤纳树来买吉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纳树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